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外部势力 可能除了攻击或者说呢 针对俄罗斯之外 会不会针对中国 在这边补一条小消息啊 在我们休息之前 也是让大家颇为震惊的 就是呢中国的这个又运游的邮轮 不幸地遭到了胡塞武装的击中 这件事情呢 大家听到之后一定会觉得 不是一直胡塞武装 声称说不会攻击中国的邮轮吗 甚至那个时候曾经一度传出说 中国的国旗成为了这些商船的保护伞 但是呢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这个这条消息当然是美军的中央司令 他们爆出来的 说是野门的青年运动呢 当天总共是发生了 发射了五枚的飞弹 其中最后一枚呢 就是击中了由中资拥有 并且是运营的黄土号邮轮 可想而知之后啊 各种酸酸的这种说法就出来了 说中国也成为了胡塞攻击的目标 等等等等 教授您如何来解读这件事 中国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改变他们对胡塞的一些态度和做法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三个地方值得分析 首先第一个 有关于胡塞武装力量在红海上的攻击 不攻击中国船只这件事情 纯粹是传闻啊 中国从来没有啊 国际的消息从来没有认可过 没有人拿到胡塞攻击的豁免啊 因为你知道吗 即使那个海峡 那个海峡好歹也有三十海里啊 虽然很短啊 但是你要分辨的话呢 是哪一个国家的船只没有那么容易啊 而且都胡塞一直强调 就说无差别的攻击啊 他怎么知道这个上面带着船呢 你挂了哪一个国际 跟有没有帮助以色列的事情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没有原则的攻击是最恐怖的攻击 这是第一点啊 不要相信传闻啊 任何事情的话呢 都要看有权威性的报道 这是第一点 这个第二点啊 就是说呢 要让大家能够充分的了解到啊 什么叫做有中国股份的船只啊 你要了解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 所有的船只啊 95%以上挂的都是赖米瑞亚的国旗啊 他们登记的都是赖米瑞亚的旗啊 那挂中国国旗是配在旁边啊 你本身有中国股份的船只并不代表就是中国的 有中国股份的船只太多了 对不对 因为中国的话呢 对外贸易的话呢 投资上面太多 所以这个攻击的话呢 也并不见得就是真的啊 开始对中国船只攻击 如果你挂的是中国的海巡的或者海军的 那当然这情况就不一样了 那这个明显讲起来 你挂了一大堆 你现在看到这个货柜 各国的货柜 你知道吗 你的绿色的是长荣的啊 你那个什么的话呢 每个代表的含义都不一样啊 对不对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 我觉得 胡塞这个组织啊 就是叫做也门 其实我们应该来讲 他不是也门 因为他是一个叛变 反叛组织嘛 那这个组织的目的的话呢 他做这个事情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就是要抗议以色列 在加萨走廊的杀戮行为啊 这个杀戮行为令人发指啊 连现在 连沙特都不准许美国动用 在他境内的战斗机起飞去轰炸 也门的胡塞组织 这个意思说 这个穆斯林做了一件事情啊 如果沙特准许美国的飞机起飞轰炸胡塞 那这个穆斯林内心上 尤其现在这个月啊 刚好是他们的Ramada 他们的灾界月 这个内心的打击非常大啊 你们开什么玩笑 你自己本身一方面强调兄弟之爱 另外一方面被屠杀 你们做的事情百分之百 穆斯林都认同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是制造你这个西方世界的恐惧感啊 对不对 唯一难过的就是这个埃及啊 埃及现在那么经济都垮了 那个苏伊士运河都收不到钱来了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那这个人命关天呢 那他也胡塞组织也想不到这些事情 所以大家慢慢慢慢的就是把这个胡塞组织做的行为啊 就正义化了 原来是一个乱 胡乱攻击是一个混蛋的事情 但是这个混蛋事情正义化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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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做legitimization 就大家发觉 哎 那哪 美国都拿以色列没办法 那胡塞这一套还挺管用的 嗯 正义化 所以这个真的是啊 就是时事呢 他就抓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然后结果呢 把他自己的一些行为合理化了 但其实就像教授说的 人家从来也没说不攻击谁 这个都是西方说的 然后这一次呢受到攻击了 又是西方出来说 哎 你看中国的商船邮轮也受到攻击了 都是在自说自话 我必须强调一点啊 恢复一下大家的记忆 从这个 呃 去年的10月7号开始啊 这个纳坦尼雅胡宣布战争以后 中国的四点立场就是停火 和谈啊国际法人道主义 这四点中国没变过 哪个哪有什么问题了 对不对 你现在讲起来 有问题的是美国进退维谷前前后后 啊丢个食物还砸死人 那这是麻烦的啊 对吗 让人家产生印象非常讨厌啊 所以说你梦到穆斯林 我梦到穆斯林问的 Do you love America Do you love USA 啊除了移民的以外大部分都讨厌了 Do you love America